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常见的一些专业技巧 那么不管你是新手还是作为一个老的交易者 不管你是做现货期货指数 以及是加密货币任何的交易市场 那么看盘软件呢 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古人说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那么以及宝监赠予武士 传言电Vu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是一把宝剑 那么对于一个专业的交易者来说 它就是全世界最专业最好用的看盘软件 并没有之一 本期视频呢我希望作为一个科普 能让一些新手交易者掌握 基本上大部分90%以上的TrendingVu的专业性功能 那么在使用TrendingVu之前 我们要先注册一下账号 视频下方呢有我分享的链接 我们可以通过注册账号之后 体验它一个月的免费会员功能 那么既然收到免费会员功能的话 那么对应的TrendingVu的话 它有免费版和收费版 一般来说对于大多数交易者 免费版的功能其实就已经够用了 通常来说最主要的区别呢 就是收费版的指标是比较多的 免费版的指标是有限制 不过我是谁 我可是加密阿阿法 我来为你突破免费版的一个指标限制 就是一键可以免费使用顶级会员 无限指标的教程 你不需要任何的代码 就可以通过简单的复制呢 突破一个指标的限制 在这里小小的提下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来说 还是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话 请一定要高台贵手一键三连 你的点赞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那我来演示如何成为会员才能添加的指标 那么本期这支影片呢 我们以BTC和USDT作为一个演示图表 向大家展示一下如何进行添加 那对应的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图表当中 我使用到的是电脑端的APP 你也可以使用到网页端的 其实也没有关系 它不会影响你 那这里的话我们有一个指标的添加 点击一下搜索 然后我们要先去搜索一下 你可以数字下打一下MA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指数的移动平均线 我们对应的点击一下就可以 点击一下之后它会出现一个蓝线 大家有看到吗 在这里有一个具体的蓝线 那么对应的话 在你的视图的左上角 也会有一个有关于它的 你可以把它隐藏 观看这条蓝线 同时也可以把它显现出来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来进行一下添加了 你要注意看一下 我们会发现这里是第一项是隐藏 然后这是设置 相对应的这是原代码 我们点击到原始码这一个按钮 点击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相对应的选择版本 要选择到24.0的版本 这里然后进行一下创建 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更改到 它的一个脚本文件 那我们这边要故意性的 就是把它多敲几行 不要影响到上面的那一个 然后我们进行到一个复制粘贴 这里我们粘贴完成之后的话 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在这里进行一下 那个打开了 我们直接这边点击一下保存 保存完成之后的话 对应的绿线也会出来 那我们这边的color 颜色对应的是green 那这里的话是绿色的标线 那么同理可得的话 我们已经加载了三根线 第一根是 它自己自带的blue 蓝线 然后这是黄线 然后这是绿线 所以呢理论上来说的话 我们是可以突破它的会员限制的 我们是可以添加到无数根 你想要的指标线 这里无非要进行一下说明的是 你在添加线的时候 请注意啊 它的前缀的话是可以一致的 但是后续的序号 比如说三 这里是二 这里是一 我们都要改更改成为 就是相对应的后续的 比如说就是不同的 就是要跟它不一样 除了这些技术性的指标是一样之外 那么相对应的这些符号的话 都需要进行到下移或者是就更改变动 不然它会出现到一个解码不成功的情况 它这里会出现爆错 它这里会爆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开始介绍 TrendingView TrendingView的话 它是一个强大的金融市场分析工具 无论你是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交易者 TrendingView都是能够帮你更好的分析市场的趋势 并制定有效的交易策略 制定交易策略一定是依赖于它强大的功能 它具备实时图表与技术分析的工具 那么提供实时更新的市场图表 支持多种资产类别 如股票 外汇 加密货币等 你可以在图表上添加各种技术指标和汇图工具 比如移动平行线 相对强弱指数 RSI 不财带等 帮助你进行更加深度的市场分析 进行策略开发与回测 TrendingView允许用户创建并测试自己的交易策略 通过回测的功能 你可以根据历史数据验证策略的有效性 减少在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多市场数据支持 除了常规市场数据外 TrendingView还提供了全球多个市场的数据 包括期货 指数 和大宗商品等 帮助你获得更加全面的市场信息 社交交易社区 那么TrendingView的话 它会有一个活跃的社交社群 那么用户可以分享自己的交易想法和分析 与其他交易者进行互动获取灵感 那这种互助的话 还是有助于帮助更好的了解市场的动向 自定义的提醒和通知 TrendingView的话可以设置价格提醒 当市场达到你设定的条件时 系统会通过短信或者电子邮件通知你 确保你不会错过任何的市场交易机会 独特的桌面与移动支持 TrendingView的话 还提供跨设备支持 无论你是在电脑前还是使用到手机或者是平板 你都可以方便的使用到TrendingView进行分析和交易 简而言之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图表工具 它是一个全面性的交易平台 能够帮助交易者在复杂的市场当中 做出更加明智的角色 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TrendingView 现在就去体验一下它的强大功能 当我们登录到这个客户单之后呢 客户单左上角呢 是显示到我们的个人资讯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到一个更改自己的主题语言 我们可以使用到英语或者是简体的中文都没有关系 一般来说的话 用使用到中文会更加的简洁易懂 那么这边也会有一个颜色主题 以及相对应的绘制面板 包括等等的帮助中心 如果有任何的反馈问题的话 也可以通过帮助中心来进行到对应的反馈 我们可以通过新建一个标签页 那么它会图示锁立 这里有个超级图表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布局 那同时也可以使用到筛选器 热图 新闻流 财经日历 社区和市场 我们对应的点开 比如说相对应的热图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加密的热图 这里有你所需要的一些加密货币的资讯 你同时也可以在这里上面上进行到一个参考 如果你想要更加系统的去了解一下 就是加密货币的行情的话 你可以同时使用到加密货币的筛选器 那这里的话会有一个具体的加密货币行情快讯 以及是它相对应的24小时的比例变化 对应的实时的价格 那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 我们再回到之前我们添加各种绿线黄线的各种指标线 那这个的话它会有一个BTC USDT的商品代码的搜索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感兴趣的交易品种 比如说呢 那我想要搜索一下ETH或和USDT的交易队的话 我们直接输入关键词USDT和ETH 对应的输入关键词 输入关键词之后的话 它这里会出现多种 一个是来自比如说币安的OKX的 或者是等等类似Coinbase的也可以 我们选取到以币安为主 然后这里的话去观测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还需要在BTC和USDT的交易队当中 添加一下SPX的日线图 那我们怎么进行添加呢 这里的话 在你的BTC USDT的商品代码旁边有个添加加号 那这里的话相对应的搜索一下SPX 那它这里的话已经是第一个 第一个就已经展示出来了 我们相对应的点击一下添加 也是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两种交易品种之间的规律 以及强弱的一个关系 那再往旁边呢 是我们的交易周期 那么可以通过下拉下面的三角形呢 来收藏我们交易品种的周期 那么收藏这个周期之后呢 就会显示在这个顶部 我们可以在各个周期当中 直接进行到切换 来观察一个整体的市场信息啊 再往旁边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K线图 或者是蜡烛图 怎么叫它都没有关系啊 那这里的话会有多种图表的支持方式啊 在旁边呢 是指标和策略功能 这个功能呢 我可以认为是TrendingView 非常重要的功能 我们前面介绍过所有的顺势策略趋势 它的指标呢 都是要通过在这里进行添加的 比如说我们想要添加一个均线 我们可以搜索MV 其实就是日均的平均线啊 我们在视频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演示过 就是告知你如何 就在不通过充会员的情况下 也能够实现到无限指标的添加 那我已经演示过了 你只要仔仔细地看 你一定不会在这个环节当中 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呢也是在用过自己编译的编码脚本 然后放置在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添加过的一些指标线 通过这些指标线我们可以做一些基本面的分析 那么在我们指标的旁边呢 有一个小方框 那么它是指标的模板 我们对应的会有一个默认的模板 以及是我们保存过的指标的模板 都是可以进行到一个演示使用的 那么在旁边的话是一个警报 警报就会比较简单了 我们在设定相对应的价格之后 一旦超过这个价格 我们就会触发警报 那么刚刚也说过 它都可以通过到邮件 或者是你的一个手机端提示到你 当前已经就是这边已经有通知了 任何的通知到位 这里的话也可以勾选 可以发送邮件 也可以播放声音 就比如说我们下载的是客户端 或者是网页端的话 它都会触发一个警报声 回放的话就是K线的回放 这里的话也就不用给大家演示了 那么这边就是复原以及是前进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 你在一个环节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个来撤回到 你刚刚那一步操作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保存 所有保存布局里面的所有图表 包括图表里面的全部的品种和周期 如果你对于你做的这些周期啊 或者是有很好的一个理解的话 你可以建议大家就是保存一下 然后日后的话 你再重新打开进行到一个研究 那这里的话是一个快速搜索 相对应的图表设置 以及是全屏的模式 生成快照 发表等等 那么发表的话就是涉及到一个 我们刚刚说到了 那么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图表 就是产品这么简单 它会有它自己的一个社群 大家可以在里面集中分享自己的一个交易 体验 以及是自己的一些看法 通过这些看法的话 大家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实现到一个市场的盈利面 除了上面的这些功能之外的话 请一定要注意屏幕边的两侧 无论是十字线趋势线 以及是你相对应的绘图 你可以通过添加文字 笔刷等等形式 来获取到当前你所要知道的一些信息 有可能你在这个环境当中是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标注一些的东西 然后知道在这个节点当中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导致它这个价格下跌或者是上涨 这些熟练的运用一下 那我自己都不能保证 我身边的话所有的功能都是体验过的 那么同时在这个方向上 也会有一个自选表 详情新闻 警报等等 一些小的插件 那么通过这个的话 是可以更加方便快捷的 完善你所有的 全安定VIO的 带给你的功能和工作 以上就是演示环节 我知道这些远远达不到 它本身提供的强大功能 这些都需要你自己来设身处地的体验 学会熟练并运用到 全安定VIO 成为以后加密世界的佼佼者 那同时作为加密世界的佼佼者 一定要去注册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交易所 一个是BIN 一个是OKX 注册享受全网最高的手续费 减免优惠 那么同时也可以享受到数字盲盒 海量的空投 活动 以及相对应的体验金的奖励 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 我们提供了BIN和OKX邀请链接 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 会获得全网8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 享受不定期的空投奖励 那如果你是新手 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两大交易所 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 有详细的介绍 建议大家两个都注册一下 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 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 这个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